Let's go 想拥有的致命诱惑 王俊凯广告大片review 在信息时代爆炸性消息碎片的冲击中 广告或许已然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视若无睹的东西 赋予一段几十秒的影像以深入人心的冲击力 是广告大片制作者的不懈追求 也是片中人物的能力体现 广告大片中最动人的视觉听觉冲击 莫过于一种想拥有的致命诱惑 而王俊凯以自身多样魅力结合产品优势 轻松营造想拥有的诱惑氛围 在官宣的15个代言中 各类风格广告大片都被王俊凯完美驾驭 或清新或甜美或炫酷或动感 变化的气质风格不变的致命诱惑 便是王俊凯广告大片的灵气所在 甜美温柔的治愈来自棉柔精的柔软呵护 18年春日一朵棉花的告白 缔结了王俊凯日后与全棉时代的合作缘分 全棉推崇的干净清爽温柔坚韧是棉的特质 已是王俊凯的 作为全棉时代纯棉柔精代言人 王俊凯在推广大片中 以纯白蓝白粉白三套look 诠释了棉柔精洁白甜美温柔的呵护感 片中王俊凯化身治愈力王子 像暗恋失恋女生和新手妈妈送出柔软呵护 纯白外套显暗恋之纯粹 浅蓝色毛衣是冷静的温柔 粉色系西装是温暖的呵护 或是手捧一束棉花花束温柔浅笑 又或是背靠棉花云朵脸目轻盈 温暖甜美的呵护感与绵柔精 洗去烦扰的治愈力丝丝相扣相得益彰 令人难以拒绝这份温暖 因此片中新品一经发布 十万件产品抢购一空 粉丝福利任务提前解锁 而温暖的魅力从未止步于此 双十一全棉时代仅17小时 便达到1.8亿销售额 其中王俊凯代言的系列产品就已超过1亿 部分产品受请 来自王俊凯的温柔守护 是想拥有的致命诱惑 清爽柔顺的魅力 来自飘柔的灵动秘密 或许很多人对少年王俊凯的舞蹈印象 就是极佳的节奏感 和随着律动飞扬的柔顺秀法 年少时一句有飘柔 恰好成了王俊凯成为飘柔全球代言人的美丽巧合 而飘柔的广告大片核心也是5 标准白T配上干净的APC浅蓝牛仔裤 一件绿色的格子衬衫外照一件Johnny J白色风衣 层叠式的搭配使舞动更具飘逸感 每个转身飞扬的衣角都是灵动 轻抛掉风衣外套 意识挣脱禁锢与束缚 轻盈滑步行云流水 柔之泰顺之美 当手指轻轻穿过舞动的发丝 观者亦能感受丝滑的触感 勾起拥有之心欲 不同于洗发水大片舞动之灵 双层护发精油大片 则借由两种气质的王俊凯 全是双重元素娇融的美妙 In Mr. Gentleman绿色基底 黄白黑条纹针织全是清新气质 一全黑西装点缀茉莫莉领带彰显沉稳 两种风格巧妙融合 便是王俊凯的多样魅力 就像花水与精油 交融相配 优势相合 看似矛盾 却开启无限诱惑 轻盈灵动又修复润养 无法抗拒的灵动之美 自然带来不俗的销售成绩 两万套限量礼盒 两分钟内抢收一空 粉丝福利期间超额成交达13万件 来自王俊凯的清爽灵动 让人无力抵挡 海陆无界的四翼 来自索尼的音乐魔力 索尼素来与其时尚的外观设计 和不俗的音乐表现 被发烧有效称 索尼大发好 作为爱音乐的歌者 王俊凯与专业音频设备品牌的合作 可谓是株连闭合 青春活力的形象 恰好反映了年轻一代 自由无约束的不羁态度 这种任意自由不拘的特质 恰好是索尼海陆无界蓝牙耳机 SP900广告片的核心 王俊凯头戴银白色无线耳机 或是奔跑在雨中街头 或是在动感单车上冲刺 亦或是在水中畅游 音乐节奏亦是运动节奏 SP900都可以给人完整的音乐体验 无界无限 让人想要即可享受 欲罢不能 除全面时代 飘柔和索尼外 王俊凯的其他时尚广告大片 也都风格各异 魅力十足 在戴尔的特工系列里 他是带有英伦幽默感的学徒特工 将XPS13的续航 纤白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戴尔灵乐系列中 他便以青春快舞展现360度的全能体验 戴尔也连续三个季度 实现销售额双位数增长 在必胜客圣诞系列 王俊凯则化身大厨 制作诱人大方披萨 净显大方之豪气 掌月的广告片中 便一身书卷之气 OPPO的Vogue Film微电影 则记录了对生命生活纤细敏锐感知的梦中梦 每一个片段都用心演绎 每一种风格都完美驾驭 每一份产品都极具诱惑 每一部大片都充满魅力 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王俊凯 却同样能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 带来想拥有的致命诱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